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次失败结束了 然后在台上非常不甘心地哭了出来 然后也一直在问自己 为什么你会这么没有用 为什么你拿到的资源 还是没有进总选 然后在大家出去拍五彩的时候 也一个人们在被子里难过 今年总选的话 也有加入后辈 然后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 但是我还是不想输 今年总选对我来说 算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吧 我想要站在舞台上 然后笑着哭出来 不是在去年那样不甘心地哭出来 所以今年我的目标是 一定要进16名 然后最好能冲进神机 然后如果今年失败的话 我就不做人了 就是这样了 希望大家能给我投票 谢谢大家